Hello,大家好,我是Sharon 今天就來到下集的分享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比較多關於爽膚水和精華的產品 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多,就記得留在這裡繼續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即時看到我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款要和大家分享的精華 就是這款Origins的黃牌系列靈芝精華 這款精華是所有肌膚的朋友都會用的 裡面的成分也有助去鎮定我的肌膚 以及幫助我們做抗氧化的功效 我用了一段時間,我覺得Origins的靈芝精華的質地很好 我用完之後,夏天也不會覺得很黏 或者覺得很滋潤,滋潤到我會起粒粒 畢竟這款精華主要的功效是抗氧化 我用完了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皮膚的狀況也穩定了 沒有那麼容易爆粒粒、暗粒 甚至皮膚的整個狀況 我都覺得是真的沒有以前看上去那麼衰老的 我自己覺得我用了這款精華之後 我的皮膚狀況是好了,而且真的穩定了 但我自己有一件事不太喜歡 就是我覺得Origins的這款精華 它的設計不是很好 因為它是一個泵狀 大家會看到,其實我這裡還是有一點點是沒用完的 但我怎麼擠都擠不出來 因為它的管是有點短 所以它是擠不出所有精華 我覺得是有點浪費的 所以我不太喜歡這個設計 你知道我的消費者的心態 就覺得我買完之後 然後裡面還有這麼多都用不完 很浪費的 但因為Origins系列的靈芝精華 其實它100%是素食的成分 所以對於我們肌膚來說,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真的所有肌膚的日子 不論你是混合肌,偏乾,敏感肌膚都好 其實都是適合用的 所以這款產品除了包裝之外 我覺得用完之後,我的感覺都不錯 也可以推介給大家 第二款要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Origins的抗皺精華 這支抗皺精華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款精華 我比較喜歡這款抗皺精華 因為裡面的成分是有澳洲亂竹的睡髓精華 它是有助減淡我們的細紋和皺紋 用在整塊臉上也有效幫助我們修細毛巻 但我自己就不是用在整塊臉上 我通常用這個抗皺精華 另外就是用在眼部位置 我會當它是一個眼部的精華 我會塗上口膚 其實我用了這個好一段時間 現在只剩下三分之一 只剩下一點點 其實我用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眼部 旁邊的眼紋和細紋 真的減淡了很多很多 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款 而且它的質地是很滋潤的 所以我自己偏向會用在眼部位置 多於整塊臉上 因為我本身的眼部偏向比較大 而且很喜歡笑 所以我自己的眼紋都比較深 所以我自己對於眼部的護理都比較著緊 所以我發現可以當是眼部精華使用 而且成效都不錯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喜歡這款產品 所以我覺得如果跟我一樣 眼紋可能比較嚴重 或者可能想眼紋或皺紋 真的可以幫助你減淡了很多細紋 所以這款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可以推介給大家 之後要和大家分享的爽膚水就是 Origins的靈脂水 這支靈脂水也是Origins的王牌產品 我相信很多朋友應該也有聽過 Origins的這款產品 雖然我們有很多人叫它靈脂水 但它的全名是靈脂舒緩水 為什麼叫舒緩水呢 就是因為用完它之後 可以令到皮膚馬上有降紅的功效 如果你本身皮膚很不穩定的話 也有助幫我們鎮定皮膚 令皮膚去到平衡點 而且它裡面的成份 也不包含酒精的成份 所以用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安心放心 Origins這支靈脂水 為什麼這麼出名呢 除了因為它的功效很好之外 它裡面的成份 也用了很多天然珍貴的成份 例如靈脂、通蟲下草等等的成份 所以你們用的時候 其實會聞到一陣味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形容那一陣味 但那一陣味是你一聞 你會覺得很新鮮 然後也會覺得很藥草 但那種藥草的感覺 又不會覺得很苦 然後很聞 很臭的藥草味 你聞完之後 你會整個人都很放鬆 然後很舒服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這款產品 通常是什麼情況會用它呢 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 剛剛開始要戴口罩 我那時候還沒加紙巾 在口罩上的時候 我其實這些位置 口罩的位置 全部都塗上了顆顆 暗顆 暗瘡 所以我那時候的皮膚其實是很不穩定的 不斷爆顆顆 然後黑頭又出光 因為不斷焗著 油脂分泌又不太好 我那時候就用靈脂水 去幫我皮膚做一些急救 那怎樣去做呢 我通常都會是把靈脂水 然後好幾下 然後就倒進化妝面上 那早上的時候 我就會敷在額頭 鼻 下巴等於整個臉 都敷了 那就敷它大概5分鐘左右 然後就拿出來 然後就把剩下的靈脂水吸收起來 其實你用了一段時間 你會感覺到整個皮膚已經好了很多 而且真的用完那一刻 你會感覺到整個皮膚是鎮定了 那所以我自己呢 每一次皮膚不穩定 或者開始要生粒粒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點水 去做一個舒緩 去做一個急救程序 那所以這一款產品 我覺得真的可以高度推介給大家 都真的蠻好用的 在我皮膚很嚴重 或者開始要泛紅 不穩定的情況下使用 作用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這一款產品 第四樣呢 要和大家分享的產品 就是這一款韓國品牌 就是BRTC 亂肌護膚精華 那這個品牌呢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用的 那它在韓國來說 是一個著名的醫學品牌 BRTC 這個品牌 它想創造新一袋的神仙水 那所以呢 其實它用了很多功夫 去研發這一款精華 首先呢 它裡面的成份 是含有綠茶 蒲公英 亦都有醋味的酵素 這三款主要的成份 可以有助我們的肌膚 去增強我們的抗氧化 令到我們的肌膚水油平衡 亦都令到我們的皮膚肌 增加水分 以及可以改善我們的皮膚膚色 令到我們的皺紋去減少 所以呢 BRTC這款精華 其實呢 在韓國來說 是很多人都聲稱 它是新一袋的神仙水 那我也是第一次去試用它這款精華 雖然它的名字是精華 其實我自己就當它爽鬆水的使用 但是它這款的價錢 比起神仙水 其實它的價錢真的相差很遠很遠 它這支的價錢 380元就已經有交易 還要有150ml 你看看 超大的 我現在用了三個月 其實我也是用了一半 它就說每一次 就大概是用一格的份量 但是我覺得用一格的份量 實在太多了 太浪費了 那我通常倒在化妝棉 倒到差不多了 我就停了 因為我不會看出它的格格的用 如果一格用的話 其實很快用完 而來就是倒出來的份量其實是很多 除非你想當它是一個面膜使用 那如果面膜使用的話 其實我覺得一格是差不多的了 然後把面膜浸進去精華 然後就當一下Paper Mask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但我自己是沒試過的 所以我通常就當它爽膚水使用 我通常就是自九知 我晚上洗完面之後 就會倒在化妝棉中 然後就這樣拔... uled... 完全沒有開 thank you 然後是去� scal Academic 令このפ Saint 精華吸收了到皮膚底層 然後再用其他日常的護膚品 例如是其他精華 甚至是眼霜或者面霜等等 我最初都抱著嘗試的心態 因為價錢也不算非常貴 但我用了三個月 用到一半 如果它是說新一代的腎煎水 其實我都覺得它這個名字當之無鬼 裡面很多成分都非常適合我們女性 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 我用完之後 我會感覺到我皮膚是白淨了 沒有那麼黃 而且油脂上 尤其是現在夏天 雖然說我是混合性肌膚偏乾的男生 但我夏天的時候 其實T字位都是會出油的 我發現T字位出油的情況是真的少了很多 而且BRTC這款精華 比較適合毛孔粗帶 油性肌膚 皮膚給我暗啞的朋友使用 所以我自己用完之後 我的感覺是最明顯和最大 因為我本身是偏黃一點 而且臉是比較暗啞的 所以我用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自己皮膚好像是晶瑩剔透了 白淚透了 不是白淨了 所以我自己真的十級推薦給大家 也是我暫時用過最好用的一款爽膚水精華 這款產品其實在沙沙的地方都可以購買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上網看看哪裏可以購買 甚至可能複購都可以的 我自己是高度高度推薦給大家 所以我自己之後用完的話 我都一定會再回購你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不妨給個Like和訂閱我的Channel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Instagram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看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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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